國際中向 大家好,我是JY 今天來聊台灣國內唯一 Only One 探煙製造的公司 是回應這位網友 想要知道的公司是 國際中向 公司簡介 國際中向全名為 國際中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在1973年成立 資本額是98.5億 顯身為 中國合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在2018年 更名為現名 並轉型為控股公司 旗下有三大事業體 分別為 碳黑事業、電池事業、生技事業 主要從事 碳煙、蒸氣、生技製藥 及電池能源的製造及銷售 是全球前五的 碳煙製造公司 年產能僅次於Covet Bura OEC 及江西黑貓 是台灣國內唯一 碳煙製造公司 Only One 僅此一家 國內碳煙市占率約佔60% 碳煙又可以稱為碳黑 是經過不完全燃燒而產生的細微粉末 被廣泛應用在各種橡膠製品 包括輪胎製造業、橡膠血液、工業用品等等 營收比重 碳黑約佔72% 電池能源約佔16% 生技製藥約佔12% 市場概況 2020年全球受疫情影響 各大經濟體、經濟活動停擺 今年2021年第一季 美國、歐洲、大陸地區、印度 車輛銷售年增率 皆已恢復到正成長 國際中向碳黑工廠 今年第一季的開工率 也已經恢復到七成了 在台灣 中向是採遠距辦公 營運會受到影響 生技事業體的部分 是受到授權人 提出前濾金一億影響 目前已經透過仲裁程序、保障 及爭取公司權益 依據今年底前會有仲裁結果 中向是持續提升工廠生產效力 並聚焦於更有競爭力的高價值產品 下半年的營運會如何呢? 我們持續追蹤 獲利人力 中向從1986年上市以來 至今35年 除了在2003年是虧損的 其一年度都是賺錢的 前兩年是營運的谷底 去年除了受疫情衝擊全球車市 經濟不確定因素外 加上龐貝市政、專利、全力金影響 去年營業收入是171億 最後淨率是6.7億 衰退了42% EPS4 0.75元 是創下近17年來的新低 利潤比例 三利的部分 從2018年轉型以後 是明顯下滑 毛利率從26.92% 下滑到20.7% 營業利率從18.95% 下滑到8.21% 最後淨率從13.31% 下滑到3.95% 都是創下近期的新低 今年2021年第一季 三利是已經有所回升 ROE及ROA的表現 也是從2018年以後 就開始下滑 所幸從去年2020年第三季 開始也慢慢回升了 負債比例 中向的負債是逐年下降 近幾年是控制在33%左右 其中短期票券 應付賬款及票據 預收款項 一年內到期長期負債 都是維持在一定的水平內 短期借款及長期借款 是穩定的下降 顯示中向是不需要靠舉債過日子的 其財物體質健康 是一間優質的好公司 現金流量 營業現金流 在近五年是維持在不錯的水準 投資現金流及融資現金流 則是不斷的流出 主要是中向一直有在投資及擴廠計劃 這部分對於中向的營運是正面的 後續就要觀察這部分的效益是如何的 經營績效 近五年的平均營業收入約是200億 近五年的平均EPS是約2.5元 近兩年是低於這個水準 只有1.2元及0.75元 從去年底 從去年底 今年初全球去車 銷售數量也回溫 預期今年全球 碳黑需求量可增加8% 中向的營運也逐漸加溫 2021年第一季營業收入是53.6億 是成長的20% 稅後淨率是4億 成長的1170% EPS是0.44元 與去年同期虧損相比 中向第一季的表現是很不錯的 前六個月累計營業收入是112.5億 成長的55% 是回復到過往的水準 鼓勵政策 連續17年配發鼓勵 發出26.75元 發出37次鼓勵 合計發出67.4元 今年是配發現金鼓勵 0.1元 是創下近17年來的新低 現金殖利率也是非常的低 近五年的平均盈餘分配率是35% 這部分也是偏低的 中向是進入了轉型階段 需要大量的資金 所以近幾年的配息才會如此的低 這種做法很多大公司都是這樣 比如美國的可口可樂 也是保留現金發展企業 能使資金更有效利用 及提升更高的獲利能力 對公司長期而言都是正面的 展望今年 各國解封後 全球車勢逐漸回溫 輪胎需求逐漸回溶 推升炭黑需求及價格向上 中向上半年營運已明顯成長 在多角化經營的策略中 切入生技製藥及能源電子 目前是還沒有看到成效 而在碳黑本業上 是持續專注高價值產品之研發創新 不過疫情干擾 增加下半年營運不確定性 但全年營運 渴望還是維持成長的方向 整體而言是審慎樂觀的 與碳黑需求量來說 根據研究機構預測 2021年上儲在復甦階段 預計要在2022年以後 才能恢復至2019年之前的需求 也就是說要達到2018年的獲利水準 現階段是有難度的 中向本益比的波動是比較大的 所以估價計算會以股價淨值法去推算 最低是0.81 最高是1.3 均值是1.05 目前淨值是31.75元 計算後得到便宜價為25元 合宜價為33元 昂貴價為41元 要不要再加上安全邊際 打個85折 投資朋友就有自行判斷 中向目前是走出了營運的谷底 長線來看 股價是突破了下降趨勢線 會不會再向上走呢? 如果營收獲利持續成長 相信股價是可以期待的 前提是 營收獲利要有成長 好啦 本期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的觀賞 記得訂閱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